大家好我是博順 今天在第一圈 還是有太急的感覺 太重的感覺 因為一進場我就買了 大概640股的股票 然後後來發現錢好像不夠 好像失業快到了 我根本不足 所幸有好的物件 所以我在想說 已經快失業了 身上這邊錢到底怎麼辦 那 那這時我又抽到好的物件 我想說反正 等一下走到已經來不及了 反正可能會 真的會失業不走到 就只是過去 又走到就是失業因為沒辦法 沒救所以我就投資 所以 我還是覺得是可以 做投資的如果過去的話 實際第一圈有過去 讓我第二圈的時候還是有機會 可是第二圈還是沒辦法的 因為失業又讓我跌倒了 然後因為連續的支出 四千元的採經 又一次大學學費面臨失業還是 控傳不足 然後到最後我會發現 奇怪為什麼每次都這樣 初期為什麼都那麼急 不知道在急什麼 然後我在想說 冠軍哥說的長期投資 什麼才是正確的 我一直在思考這一點 其實我一開始在做 遊戲在玩的時候 我心裡就是想 我要快點達到目標 可是我卻又盲目的 沒有去做投資 我覺得太過貪心才是我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要再改進 然後第二次又進入市場 我又不斷的支出 或又一直走到銀行日 根本沒辦法交易 然後我變得不是很忙 因為以前很忙 因為一直在購買物件 一直做交易 我發現 我開始可以觀察 其他四個人的資產負債表 然後甚至從 錦翔的身上得到了三千塊的 因為他的那個 總收入那邊少了四百塊 讓我發現了 這時候我覺得 為什麼以前都沒有這個感覺 現在有辦法找到別人的問題 以前到底在忙什麼 所以 在第二輪的時候 這次我有跑到失業 可是這次我控管風險有大 所以有剛好資金 又可以過這一關 然後 在那個失業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特色 就是說 在失業的時候 第一個 我沒錢 我只剩幾百塊 然後第二個 大家都很忙 我開始在看大家 我發現 欸 我以前聽不到聲音 跟我 沒辦法觀察大家做的事 跟買賣的事 我竟然有開始發現到 那以前 到底在忙什麼 以前到底在忙什麼 我自己告訴自己 所以今天 我覺得 在失業中 在失業中 連續了好幾次的集獎 在失業中 讓我學到兩件事情 第一個 是風險控管 第二個 是學習聽聲音 及觀察環境 而不是瞎忙 這跟我在市場工作一樣 有時候會發現自己的狀況 似乎不是很好 為什麼賣的不是好 所以我會發 我會退一步自己去想思考 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會觀察人群 對我的反應 及對我說話的專注力 是否連自己都聽得進去 這時候我就會退 退了求其次 讓自己冷靜一下 調整姿態 調整說話語氣 然後讓市場 來聽見我的聲音 這是我在我市場上學的 我覺得我應該應用在現金流上 而且我發現 在這五獎之內 五獎之內 我發現我有一個平常習慣 養成的習慣 我發現 我開始可以把錢收得很好 一百塊的收一百塊 五百塊的收五百塊 不會像以前 那邊也塞 這邊也塞 塞了一大堆 老婆回去問我說 你送了那麼多錢有用嗎 錢還不是亂塞 老婆以前罵我的時候 我很不開心 可是我現在知道了 應該是自己的問題 習慣是可以改善的 習慣可以改善著 尤其在這個現金流遊戲中間 我真的覺得我在金錢管控的習慣 跟以前錢會亂塞的狀況下 我已經改善很多 而且我已經著手在解決了 謝謝大家